吳雨深執道的《英雄本色》 程小冬的《善女幽魂》 黃禎的《島神》 二東星的《心不了情》 多達100部50到90年代的經典電影 大家都看過多少部呢? 為了表揚電影工作者的貢獻 香港電影資料館籌辦8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 邀請了6位資深影評人 選出過去50年在本港影壇上 具開拓性和影響力的作品 不過千禧年打後的電影 就沒有列為評選的範圍內 為甚麼呢? 因為回歸之後 香港電影其實產生幾大的變化 無論是市場、內容、主題、風格 我們去評論一個電影 或者去評價一個電影 有時需要一個時間距離 比較可以看得清晰些 變成回歸之後的香港電影 我們覺得那個轉變一直在進行 也未完成 所以避免了評論上 或者評價上的特別主觀 港產片的發展正處於低潮 政府成立的電影發展基金太過商業化 如果沒有回報的項目未必有資助 而剛剛意圖者楊威威尼斯影展的 資深導演許安華 認為基金或多或少都是幫到業界發展 怎樣都幫到的 我覺得現在香港就是欠缺一些資金 拍戲 尤其是給新導演或者一些很少型的製作 現在政府其實就是在針對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最可以幫到電影從業員 而資深演員任達華就說 除了靠政府支持業界 作為電影工作者都可以走多一步 做多些事 希望香港政府多些做一件事 或者是有些團體 或者在電影中 完成一部電影的時候 多些我們跟導演一起討論 希望這個氣氛能夠營造一個 更加有活力 更加能夠發揮到我們本土港產片的一種魅力 這八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 在未來三年都會輪著在香港電影資料館播放 大家不妨去細美一下香港電影的文化和特色 香港昏迫電視記者袁俊豪報導